双城记 英国狄庚斯著 张陵改编 游车在大道上飞驰 从伦敦直奔多佛港 1775年的冬季 一个星期五的夜晚 道路坎坷而又泥泞 行人除了备受颠簸 潮湿寒冷之苦外 还得担惊受怕 因为那个年月 路上常有强盗出没 这辆油车里 共有三位旅客 每个人都裹得严严实实 彼此提防 更不敢交谈 其中有一位 叫加威斯·劳瑞先生 是伦敦台布森银行的 资深行员 他被派往巴黎 办理一宗机密业务 代号是 起死回生 车厢内一片漆黑 车窗外夜影壮壮 劳瑞先生被颠簸得忽睡忽醒 他觉得自己的这一趟差事 像是从坟墓里挖出一个人来 他说不清那个人的容貌 但能够肯定 他是四十五岁上下 骨瘦如柴 面如死灰 他在梦中 反复地和这个幽灵式的人 交谈 埋了多长时间了 十八年了 你愿意起死回生吗 我说不上 他又梦见 自己手里拿着一把铁锹 或是银行保险库的大钥匙 在那里挖呀 挖呀 不停地挖 直到天光大亮 他突然被惊醒 邮车到了多佛了 查房来通知老吕先生说 玛奈特小姐驾到 想马上见你 先生 这位小姐 年纪不过十七八岁 娇小玲珑 满头金发 眉宇间 透出一股灵秀 老瑞先生 向他行礼之后说 小姐 我正要去巴黎 办一件业务 它和一位法国的名医有关 二十年前 我在毕银行的巴黎分行当柴 有幸与他相识 先生 你说的是我已故的父亲 你就是我父亲生前 在贵银行的受托人 我父母相继去世以后 是你亲手抱着我这个孤儿 渡过海峡 到了英国 是啊 一点不错 不过现在情况有变 小姐 其实你的父亲并没有死 而只是遭人绑架 那是因为 当时在法国 他不幸冒犯了一位特权人物 未经审判 就把你父亲投入了监狱 他那位英国妻子 多方奔走哀告 都是徒劳 他因为不愿意 让即将出生的孩子 经受这种生离死别的煎熬 就谎称他的父亲 已经死了 并且让他离开那个 亏待他父母的国家 在英国成长 受教育 小姐 这个孩子 就是你 最近 银行突然得到消息 说是又有了你父亲的下落 咱们现在 就是要一同到他那儿去确认 领他出来 第二天 老六先生陪同马奈特小姐 渡过了海峡 到了巴黎以后 他们来到了近郊的贫民库 圣安东去 找到了得发日的酒铺 当时 老板娘正在一边招呼顾客 一边织着毛线活 这位酒铺的老板 过去当过马奈特大夫的小司 如今大夫离开监狱 无家可归 暂时由得发日夫妇收留 劳勒先生和马奈特小姐 由得发日引路 拐弯抹角 来到了一间 破败不堪的楼顶阁楼上 好不容易才辨认出 屋内那个衣衫蓝绿 白发苍苍的人 他已经丧失理性 像是仍然在八十底监狱的牢房里一样 坐在小板凳上 一心一意地坐鞋 问他叫什么名字 他只知道回答 北楼 一百零五号 生理死别十八载的马奈特小姐 对他呼唤哭求 终于使他渐渐地认出 马奈特和他母亲 有同样的脸庞和金黄的头发 于是他依偎在女儿的身上 长时间地站立 背弃 终于昏了过去 马奈特大夫 被他的女儿和劳雷先生接走了 在伦敦定居下来 由于受到女儿精心的调理服饰 身心逐步康复 他们在伦敦北近郊 开了一家小小的诊所 父女俩相依为命 女儿幼时的教师 普罗斯小姐 帮助料理家务 日子过得宁静而又温馨 五年后的一天 伦敦刑事法厅传唤他们 去为一桩通敌案出庭作证 在证人席上 他们又遇到了老瑞先生 罪案的被告 是一位侨居英国的法国青年 名叫夏尔达内 检查总长在起诉书中宣称 有位爱国志士巴塞德先生 原是该罪犯的朋友 在法国为支持美国独立战争 而向英国宣战前后 他发现该罪犯 经常往来于海峡两岸 为法方递送情报 其中有一次 是五年前冬天 一个星期五的夜晚 该犯曾乘坐多佛油车 深更半夜中途下车 到一处军营搜集情报 此类罪行如今确证 该犯必定处死无疑 传唤玛奈特妇女 主要是因为 她们五年前 从巴黎回英国的时候 恰巧与该犯同传 法庭要他们说出 当时与该犯交谈当中 她是否说过 不利于英国的言论 传唤劳瑞先生 是让她确认罪犯 是否就是曾经和她 同时乘坐多佛油车 旅行的那个人 三个人都没有提供 起诉人希望得到的证据 于是又传唤出 另外一个证人 她确认 眼前的犯人 就是当年中途下车 到军营去的那个人 就在这关键时刻 犯人的辩护历师 四川沃的助手 给四川沃丢过去 一个小纸卷 四川沃打开看吧 就追问那个证人 难道 你从没有见过 跟这个犯人很像的人吗 然后 他指着扔纸条的助手说 那么你好好认一认 那位先生 再看看 他跟这个犯人 是不是很像 这时候 法庭上下 传出了一片的惊叹 因为这两个人的身材 面貌 真是一模一样 只不过神情气质 有所不同 这样一来 案情急转直下 四川沃占了优势 他滔滔不绝地揭发说 此案最重要的证人之一 巴塞德 是专门靠做 假政谋生的密探 又说明 被告往来与海峡两岸 是为了处理有关自己家族的事物 巴塞德 是将被告的一些私人账单契约 当作了向敌国提供情报的图表 这番辩护 终于使犯人夏尔达奈 得以无罪释放 其实 达奈这个姓氏 只是他侨居英国之后用的假姓 他的真姓 是埃佛瑞蒙的 名叫夏尔 这个姓氏的家族 是法国波旁王朝时期 至尊至贵的险要 穿到夏尔的父亲这一代 他们 娇奢淫欲 无恶不作 夏尔的母亲 非常善良 常年机遇 早逝 母亲生前 将全部的爱 倾注于自己的独子 教育他 要正直诚实 与人为善 远离父辈的罪恶 夏尔接受了母亲的疑讯 又受到当时社会上 各种启蒙思潮的影响 父亲死后 就远奔他乡了 这次审讯过后 他为处理家族事务 又回过一次法国 回到巴黎近郊 他家祖传的那座庄园 当天的夜里 正赶上他那位 作恶多端的叔父 被人谋杀而死 夏尔 就成为这个家族 唯一的继承人了 从此 独自掌管起家业 他实现了自己 多年的愿望 他逐步放弃了自己 继承的爵位和财产 在英国 他靠自己的天赋和勤奋 成为优秀的 法国语言文学教师 和翻译家 由于那次 令人难忘的审讯 他与马奈特大夫妇女 以及劳瑞先生 成为挚友 而且 他与马奈特大夫的 女儿露西之间 也已产生 爱慕之情 生活的脚步 不断地将夏尔 带往大夫的寓 一天 白日将近 夏尔搭内 趁露西和普鲁斯小姐 外出散步的时机 和大夫 做了一次 清新的交谈 亲爱的马奈特大夫 我深情 热气 无私 诚挚地 爱你的女儿 大奶沉默了一下 又继续说 但是我知道 你和露西小姐的 父女之情 非同一半 因此 我在向她表白之前 一定要请你相信 如果有幸 露西小姐 能赐予我幸福 那么 这只会 使您的幸福 有所增益 而不会 有丝毫减损 大夫说 我相信 你的感情 纯洁 也相信 你的 每一句话 如果她 告诉我 你是使她的 幸福完美 必不可少的因素 我一定会 把她交托给你 如果有 夏尔搭内 如果有 大夫突然变得 神思恍惚 但很快 又恢复了常态 夏尔搭内 接着说 我还要告诉您 一个秘密 就是我现在 这个姓氏 本不是我原来的 别说出来 大夫立即阻止住她 现在别说 假如你向 露西求婚成功 你可以在 结婚的那天早晨 再告诉我 一小时以后 露西回家了 夏尔早已经告辞 一进门 她就听见 父亲卧室里 传来了 悄悄打打的声音 原来父亲 又拿起了 往日的家伙 做起鞋来了 露西急忙 跑到屋门口敲门 并且柔声地 呼唤着父亲 幸好她父亲 马上就走了出来 好像什么事 也没有发生过 其实 钟情与露西的 还有一个人 就是律师 斯川沃的助手 西德尼卡腾 这位年轻律师 骆驼不羁 鸡敏过人 她虽然 终日的忙忙碌碌 却总感到 自己的壮志难愁 久而久之 就自暴自弃 终日借酒交愁 在那次审讯当中 她第一次看到了 证人席上的露西 就心生爱慕 以后 她也拜访过 马奈特大夫 但往往是 闷作不语 夜深人静的时候 她时常在 马奈特大夫寓所的 周围的那几条街上 徘徊着 终于有这么一天 她那徘徊的脚步 渐渐地变得坚定有力 静止地迈进了 马奈特大夫的家中 此时 刚好只有露西 独自在做针线活 她坦率直沉 自己如何对她 一见钟情 如何对自己的 过去酗酒成性 陷入歧途 后悔不及 她自知 根本配不上她 只是希望 把露西作为心中一个 美丽的梦 永远珍藏 曼奈特小姐 流着同情的眼泪 静听她的倾诉 然后 以最诚挚 温和的语气 竭力地安慰她 鼓励她 重新振作起来 卡腾回答说 我已经完成了 我现在 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 那就是 我已经把心里的话 对你倾诉了 而且 还得到了你的同情和联系 现在 马奈特小姐 请你记住 世界上 有那么一个人 为了保全你 和你所钟爱的人的生命 她甘愿做出任何牺牲 以致献出自己的生命 说完 卡腾告辞而去 生活的脚步继续前进 终于将夏尔丹内和露西 带上了共同跋涉的旅程 就在他们去教堂 举行婚礼之前 夏尔按照约定 向马奈特大夫 讲述了自己身世的秘密 婚礼过后 面色苍白的大夫 和劳瑞先生 普罗斯小姐 一起目送夏尔和露西 外出去度蜜月 送走女儿 马奈特大夫 连续九天九夜 把自己关在屋里头 坐鞋 直到第十天 才恢复常态 等露西和夏尔返回 仿佛家中 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 从这次大发作以后 马奈特大夫 似乎彻底恢复了健康 不久 家中又添了一个 像露西一样金黄头发的 小露西 生活的脚步继续前进 各式各样的脚步 都会在这个僻静的街角 荡起回音 有大夫沉着坚定的脚步 有夏尔来去匆匆的脚步 有小露西 盘山学步的脚步 有捞了先生 悠然从容的脚步 还有卡腾 偶尔光顾的脚步 此外 还有一种 起自遥远地方的脚步 时时在这里 隆隆回响 令人忧心忡忡 到了1789年 7月中旬的一个夜晚 这声音 突然成为巨响 那是法兰西一场 巨大风暴掀起的 惊涛骇浪的声音 那天 巴黎街头的人流汹涌 那漩涡的中心 就是德发日的酒铺 这一对卖酒的夫妇 对掀起这场狂风巨浪 已经准备了多年了 他们联络了众多代号 都叫威克的同志 此时的酒店老板 浑身上下 都是火药和汗水 正在指挥着 起义的民众 他的太太 暂时放下了 手上的毛线活 右手握着斧头 腰间跨着手枪和利刃 在一旁呐喊助威 德发日 用洪亮的声音呼喊着 快来呀 爱国者和同志们 到巴士敌去 血肉之躯 汇成的洪流 冲向巴士敌监狱 顿时 井中战鼓齐鸣 烈火浓烟弥漫 德发日率领 爱国者和同志们 经过了四小时 浴血奋战 冲进了巴士敌监狱 那八座高大的塔楼 欢呼嘈杂的人流 分成了小谷 到处搜寻 德发日 攀上爬下 拐弯抹角 来到了北楼 一百零五号 他举着火把 在壁炉里 一块发黑的砖石上 认出了亚历山大 马奈特大夫的字眼 于是 把砖石撬开 在里边摸索了一阵 找到了一卷纸 小心地收起来 然后 放了一把火 离开了牢房 此时 监狱长已经被擒获了 在押解他去受审的路上 德发日太太复仇心切 砍下了他的头 1789年7月中旬 巴黎街头疯狂而又危险的脚步 沾满鲜血 这脚步 已经渐渐传遍了整个法国 三年之后 踏着这种脚步的人 又进一步武装起来 高喊着 不实现自由 平等 博爱 勿宁死的口号 奋起反击国内外 反动势力的武装干涉 誓死保卫他们呢 统一不可分的共和国 那时候 国王已经被废除 达官贵族 有的被捕 有的逃散 在这种非常时期 因为必须处理巴黎那边的一些业务 英国的台布森银行 派劳瑞先生冒险前往 起身前一天的傍晚 夏尔到银行为劳瑞送行 恰巧在银行的柜台上 发现了一封写明 奥弗瑞蒙的侯爵收的信 他急忙拿起信 躲到僻静的地方 拆开一看 才知道 是家中管家加贝尔写来的告急信 三年前 八十底监狱被攻陷不久 他家的庄园 被周围的村民放火烧成了一片废墟 加贝尔被捕了 称为替罪羊 他在信中请求少冬家 赶快回国救他出狱 夏尔独霸 匆匆赶回家中 暗自准备了行装 不辞而别 只给妻子和岳父 留下了书信 夏尔此次踏上故国的土地 仿佛置身于另一个世界了 人群骚动 港少林立 他刚一通报自己的姓氏 就抓住了他 爱国者 根本不管他早已表示过 自愿放弃 爵位 特权 并且在英国过上了自食其力的生活 爱国者 给他冠以 逃亡贵族的帽子 一路压着他来到了巴黎 投入了拉夫斯监狱 Laurie先生 前几天已经来到了巴黎 晚上 他独自坐在 圣日尔曼曲银行办公处 看着窗外 熊熊燃烧的火炬 和闪闪发光的兵器 爱国者们 磨刀磨磨 他感到 心惊胆战 他暗自庆幸 在这座恐怖的城市里 没有他熟悉的亲人 在遭受苦难 突然 屋门开了 Laurie领着一家人冲了进来 伸手抓住了Laurie先生 气喘吹嘘吹嘘的说 我亲爱的朋友 夏尔他 他 他已经到了这几天了 是为了办一件光明磊落的事 可是 一过关卡 就给扣押了起来 送进了监狱 Laurie先生 安顿Laurie母女 和普罗斯小姐休息 随后 吉曼和马奈特大夫 商量如何搭救夏尔 商量的结果 唯一可行的办法 是让马奈特大夫 以巴士底监狱 老囚徒的身份出面奔走 于是 大夫当夜就行动起来了 次日 一整天 没有丝毫消息 傍晚 一群人来访了 为首的是德发日夫妇 他们交给Laurie 两个短信 是马奈特和夏尔写的 从中只能够知道 夏尔 暂时还不会有生命危险 德发日太太 确认Laurie 真是夏尔的妻子 又在她手头的毛线活上 支了几行 就冷冷地走了出去 活像个编织生命之线的 命运女神 就在马奈特大夫 竭力奔走 Laurie苦苦等待的 日日夜夜里 先生的共和国 又相继地做出了 一桩桩惊天动地的壮举 国王Laurie 16 和他的皇后 安托瓦内特 先后被送上了 断头台 这架新发明的 杀人机器 成了恐怖时代 至高无上的权威 在他脚下血流成河 一年零三个月之后 夏尔终于等到了审判的机会 在革命法庭上 马奈特大夫说了 他是巴士底监狱老囚徒的特殊身份 和强有力的证词 夏尔终于被开示 然而就在全家悲喜交集 庆祝团圆之时 又有人来碰碰敲门 这一次是四条壮汉 头戴红帽 夸着马刀 别着手枪 不容分说 就抓走了夏尔 对夏尔又一次审判 更加杀气腾腾 检察官宣读起诉书说 夏尔 埃弗瑞蒙德 又姓达乃 一个鹤霸家族的成员 他的姓名 已经列入了这个 被剥夺公民权力 并判处死刑家族的名单 理应依法处死 绝无宽恕 首席法官接下去问 谁是远告 回答是 原告三个人 圣安东酒饭 欧内斯特 德发日 他的妻子 泰雷兹德发日 医生 亚历山大 马奈特 这最后一个人的名字 引起了全场 一片惊呼 马奈特大夫 立即站起身来抗议 说 这完全是伪造和欺骗 我怎么会控告我最亲爱的女儿的丈夫呢 马奈特公民 肃静 法官说 就一个好公民来说 没有什么比共和国更亲近 更宝贵的了 即使共和国要求你献出你的亲骨肉 你也要义不容辞 赶快坐下 好好听着 紧接着 德发日 站起来 开始讲述 马奈特大夫 被长期监禁的故事 他说 在攻克巴士底监狱的那一天 他进入北楼105号 在壁炉的烟道中 挖出了一份文稿 这份文稿 是马奈特大夫 在楼中写的控诉书 德发日当场宣读了这份控诉书 那上面说 1757年12月一天的夜晚 巴黎的名医 马奈特大夫 正沿着萨奈河独自散步 一辆马车在他身旁停下 从车中走下两个长相一模一样的兄弟 他们说有疾病的病人要请他出诊 就把他带到了城外乡间一所贵族庄园 床上的病人是位年轻女子 他两眼圆睁 口中不停地叫喊着 我的丈夫 我的父亲 我的弟弟啊 他的两只胳膊 用拾袋和手帕绑着 大夫看见一条拾袋上 绣了一个哀字 大夫给病人做了紧急处理 他渐渐安静下来之后 那两个人又长着灯 把大夫带进楼梯后边的一间阁楼 这里边的草垛上 躺着一个英俊的农家小伙子 他用手捂着胸口 指缝间溜出鲜血 已经咽咽一咽一息了 这小伙子告诉大夫 他家是这两个贵族老爷的店农 他姐姐就是楼上那个病人 他姐夫也是这家的店农 姐姐结婚才几个星期 被这对贵族兄弟中的老二看中了 他们把他的姐夫折磨死以后 随后就带着打手 强行把他姐姐带走 尽管他姐姐苦苦哀求 说自己已经身怀有孕 打手们也不肯放过 他父亲知道这个不幸的消息 气痛而绝 他一气之下来找老二决斗 也受了致命的伤 这小伙子临咽气的时候 梦然挣扎着站起身来 当着马奈特大夫的面 咬牙切齿地指着老二说 等时机一到 你和你的全家都将得到报应 他姐姐接着也死了 马奈特大夫回家以后 受良心驱使 写好一封揭发信 交给了朝中大臣 当晚九点 又有人来请他出诊 他刚刚迈出家门口 就被蒙住了脸 捆上了双臂 送进了监狱 马奈特大夫的控诉书 最后说 我在1767年出席之夜 不胜痛苦的要求 时机一到 我必定要控告他们 和他们最末一代的子孙 这个控诉 激起了那个时代 最强烈的复仇之情 法庭又进一步确认 德发日太太 就是那个受害家庭 唯一幸存的小妹妹 德发日太太 马奈特大夫 还有德发日先生 都是共和国的好公民 他们的控告无可辩驳 于是经过陪审团 一一举手表决 一致通过了 将罪犯 在24小时之内 除死 众人退出了法庭 夏尔达奈满怀痛苦与歉疚 向妻子决别 露西也痛不欲生 她父亲则又突然将食指 插进了自己的白发当中 一边乱揉乱扯 一边痛苦地嚎叫 露西望着自己亲爱的丈夫 被人带走了 突然 晕倒 这时候 一个人将她抱起 送进了马车 这个人 原来就是 西德尼 卡顿 她来到巴黎 一直没有露面 在夏尔这次受审当中 她始终在角落里 密切地注意着 案情的进展 此刻 她和劳瑞先生 一起把露西妇女送回家 安顿好以后 又出去奔走 设法营救夏尔 深夜 卡顿和马乃特大夫 先后回到家中 马乃特大夫 两眼茫然 神志再度失常 到处找她 做鞋的工具 卡顿走过去 替她拾起 扔在地上的外衣 从衣兜 掉出了一张纸片 原来是大夫 和卢须母女 离开法国的通行证 卡顿说了声 感谢上帝 胸有成竹地 从自己衣兜里 拿出另一张 同样的纸 对劳瑞说 这是我的通行证 你先保存好 我明天要去和夏尔告别 我最好不把这东西 带到监狱中去 还有你的和大夫他们的 这些东西 也许会很有用 不过 我在德发日的酒铺里 已经听说 酒店老板娘 又告发了 露西 她的处境 也很危险 现在 你必须劝她 为了她父亲和孩子 明天下午两点 一定要和你一起离开巴黎 就说这是她丈夫临终的安排 而且事关重大 你要拿好证件 准备好车 等到我的位子上 一做好人 就立刻出发 回英国去 卡腾匆匆地离开了乌瑟 回头看了一眼露西的窗口 消失在夜色之中 此时 在巴黎裁判所的附属监狱里 夏尔正受着最后一夜煎熬 经过这一年多的浮沉磨难 她如今已经将自己 完全交托给上帝 她满怀深情地 给妻子 岳父和老蕊 分别写了信 表达了林中的情爱 期望和嘱托 朦朦朦朦睡到了清晨 醒来后 她叨念着亲人的名字 在牢房里来回的躲步 正午十二点 牢门开了 进来的是卡腾 卡腾匆匆地向夏儿解释 由于在酒馆遇到了 从前伦敦刑事法庭的密探 巴塞德 就是当年在法庭上 做假证的那个人 如今 她摇身一变 已经成了新生共和国 监狱中的密探 就已知道她的底细 要挟她 强迫她 带自己来到狱中 和夏儿最后告别 说话中间 卡腾从衣兜里拿出了一个小药瓶 称夏儿不备 把药瓶放到了夏儿的鼻尖底下 使她渐渐昏迷 卡腾迅速地和夏儿 调换换了衣衣衫鞋帽 然后就等在门外的巴塞德将昏迷不醒的夏儿抬了出去 中翘两点 狱卒来到牢房 押着装扮成夏儿的卡腾 送上了球车 他们这一批犯人 共五十二个人 就在球车沿着巴黎长街 隆隆前进之时 昏迷中的夏儿 已经由巴塞德 送到劳瑞先生早已经准备好的马车上 由于夏儿和卡腾的相貌相似 他们顺利地通过了盘查 过了关卡 向海峡飞奔而去 此时 德发日太太正大不留心地赶去逮捕露西 她妖别手枪 傻气腾腾地冲进了寓所 屋里只有布洛斯小姐 二人面面相觑 一个满怀复仇的烈火 一个深藏对主人真诚的爱心 由于言语不通 又各不相让 竟撕打起来 德发日太太拔出手枪来 普洛斯小姐无意中碰了她的手腕 碰的一声 德发日太太应声倒下 死了 球车 球车使到了刑场 卡腾的最后时刻到了 他昂然走上了断头台 他心中祷告着 耶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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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 虽然死了 也必复活 凡活着信我的人 必永远 不死 就这样 他为了自己心爱的人 献出了生命 那天晚上 巴黎全城都在谈论她 有人说 她站在球车上 一路走过的时候 从容得像圣者 又有人说 她那时候崇高得像先知 但是有谁知道 她这种从容崇高 其实来自她内心的信仰 她相信 我现在做的是一桩大好事情 远远胜过我一向的所作所为 我现在去的是一处大好归宿 远远胜过我一向所知所见